现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呢给大家讲一个不幸的事吧 就是想当年啊 曹植七步成师啊 是吧 主斗燃斗骑啊 这个骑在府中气 对吧 说这个本事同根生啊 相见何太极啊 可是呢 这人呢 在爱情面前 爱情呢 使人疯狂 使人盲目啊 也会呢 使人残忍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个在上周六 也就是2月6号的晚上 照片中这位啊 这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生啊 叫做蒋凯文 他呢 被枪杀了啊 这个呢 在2月14号 也就是情人节啊 将要过27岁生日的年轻人 在一个星期前 刚刚向他的女友求婚成功 就这位啊 一个白妞啊 据现场附近的居民表示呢 他们至少听到了七次枪声啊 然后呢 呃 法医说呢 这个头部颈部身体和四肢均有枪伤啊 这是多大的仇啊 对吧啊 根据纽约警方的透露呢 说纽黑文的警方呢 在2月8号联络纽约市的警方 说这个蒋凯文呢 这个重大的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已经逃往了纽约市 要求纽约警方呢 配合搜捕 该嫌犯呢 来自上海 委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 MIT的博士生 他呢 在2月7号凌晨 驾车进入纽约市 两个华人的博士生 真是相间合集 是吧 啊 那么这个蒋凯文呢 此前呢 刚刚求婚成功的未婚妻啊 叫西安佩里 在他的 这个脸书上 我们还看到啊 求婚的情景 他的本科呢 也是毕业于MIT啊 与该名嫌犯呢 是Facebook的好友 那个凶手嫌犯 跟他是好友 佩里呢 与蒋凯文相识于一年前 当时佩里呢 还是MIT的大四学生 警方推断啊 如果呢 该嫌犯啊 这个确为凶手的话呢 这个那就是一场情杀案了 对不对 一场因为争夺白妞 而发生的不幸 是吧 那么在凶案发生前 一月三十号啊 在公园小河边的雪地里边 蒋凯文向相识一整年的 佩里求婚啊 佩里惊喜的答应了 二人呢 各自在Facebook上发布了甜蜜 而热情洋溢的订婚宣言啊 暗华当日下午呢 蒋凯文与佩里也曾一起外出钓鱼 回到住处 共进晚餐以后 又一起去超市购物 蒋凯文呢 把佩里送回公寓后 驾车离开 随即在途中啊 遭遇了不幸 纽红文警方表示呢 没有完全确定啊 这个嫌犯的这种证据啊 但是呢 要对这个嫌犯呢 进行询问和调查啊 说这起凶案呢 据纽红文的警察局长啊 奥托尼尔雷耶斯 他说呢 说呢 很多人最初想的呢 看上去是像陌生人的随机行为啊 但是呢 我们认为不是 这可能又有针对性的啊 这种蓄意的行为 根据纽红文独立报此前的报道呢 说蒋凯文呢 现场这个出事的现场 发现他的丰田普瑞斯尾部受损 有被追尾的痕迹 警方说呢 他们在追踪枪手驾驶的汽车的线索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了啊 他呢 毫无防备 是吧 毫无防备 然后呢 驾车离开了女友的地方之后呢 突然车的尾部遭到了撞击 他也得下来看看啊 这个时候就出事了 是吧 这个警方透露 说根据这个监控录像啊 美国的天网虽然不咋样 不咋地啊 比中国差远了 但是呢 也有基本的功能啊 追踪到嫌犯驾驶一辆马省车辆的设牌车辆 哈哈哈哈 马省车牌啊 2月7号凌晨4点左右出现在石坦顿岛啊 现在呢 正在追寻啊 就蒋凯文呢 在社区里边呢 还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啊 说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啊 这个蒋凯文的朋友生呢 也为也在这个募捐网站上 为他呢 发起了这种丧葬费的募捐啊 蒋凯文呢 是耶鲁大学环境社区学院 2022届的研究生啊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 蒋凯文呢 曾经啊 参过军的啊 你看啊 蒋凯文啊 是曾经参过军的 他是呢 国民警卫队啊 服役八年多 是一名环境科学和工程军官 同时呢 还是一名坦克手 在耶鲁大学录取以后呢 他在脸书上表示 我保证我永不停止成长 也不会停止为他人的生活 做出积极的改变啊 他的朋友都说他热情快乐 体能卓越 多才多艺 业余生活呢 也十分的活跃丰富 曾经做过房地产的经纪人 私人教练和化学家 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凯文在他的Facebook主页上写道 生命是一个礼物 我为此何等的感谢 可是呢 他的命运啊 就因为争夺一个白妞 那么这个嫌犯的名字呢 现在警方也已经 这个揭发出来了啊 说呢 是叫做潘秦轩啊 正在被警方追捕 而且现在是悬赏 五千块追捕他 那是谁呢 就这位啊 就这位侧面的这位男士啊 发际线有点高的这位男士啊 显然呢 他跟那个蒋凯文呢 相比呢 各方面呢 长相啊 身材啊 方面都是差了一点啊 但是呢 他跟蒋凯文的未婚妻 是老淑人 甚至可以说是好朋友 进一步说 他俩可能还有过一段恋情 那么 由于蒋凯文的出现啊 白妞变心了 现在看来啊 这基本上几乎可以肯定啊 这是一个这个为了争夺这个白妞啊 发生的一场惨剧啊 是不是啊 这个潘秦轩呢啊 警方表示啊 说当时呢 蒋凯文在住所附近的啊 这个纽约文啊 纽海文东石区啊 在纽海文东石区 那么潘秦轩呢 可以经过技术定位呢 他正在附近 在同一晚上的10点30分 他用身份证和信用卡 入住区内的一个酒店 之后呢 没有退房离开啊 那么饭店的经理 向警方表示呢 潘秦轩租住的房间 原封不动 相信他没有在饭店过夜啊 而且呢 纽海文的警方呢 把这个小潘啊 潘秦轩列为了涉案人士 正在全国搜捕 那么有人呢 在周四早上 在佐治亚的亚特兰纳 看到了潘秦轩 驾驶的车辆 同车还有其他人 相信是他的家人或者朋友啊 潘秦轩有可能在亚特兰纳 近郊的德罗斯 或者是布鲁克哈芬逗留啊 警方呢 目前呢 尚未把潘秦轩列为啊 开枪的嫌犯 但指呢 他拥有枪支十分危险 已经悬赏5000美元 收集潘秦轩的行踪啊 如果这个大家啊 这个有他的踪迹的话 请尽快的报警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潘秦轩呢 啊 这个身高呢 说是六尺 体重呢 一百七十磅 中等肤色 续黑色的短发 啊 这个希望呢 看到的呢 尽快的跟警方联系啊 这个警方说呢 潘秦轩驾车 与家人出行的时候 随身带着黑色的背包 行为呢 举止怪异 啊 那么潘秦轩暂时呢 是被控逃避起诉 以及跨州偷车罪啊 这个暂时还没有把它 列为命案的嫌犯 所以说朋友们啊 这个争夺白妞啊 呃 有风险 是吧 要看看这白妞 以前的男朋友 是否精神上比较偏执啊 看这个样子 可能潘秦轩 精神上就比较偏执 可是呢 那也没办法啊 呃 若为 说什么啊 这个爱情故 是吧 什么都且 都可抛 对吧 有些人呢 的确是啊 为了 这个一个啊 女人 是吧 她能够丧失一切理智啊 所以呢 蒋凯文非常不幸 啊 就遇到了这种精神上有缺陷的人啊 呃 虽然他呢 参加了八年的美军啊 在任何的这种对比中啊 身材体力格斗技巧上肯定比这潘秦轩要强的多 潘秦轩只是个一届书生 可是架不住美国啊 啊 可以买枪啊 啊 武功再刀 这个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啊 菜刀再利 一枪撂倒 啊 所以这个 这个抢牛 有风险啊 大家要解慎 好 谢谢大家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